随着电视剧《狼牙榜》前阵子的热播 不仅胡歌 王凯 乌雷等一众主演是人气聚增 就连《狼牙榜》的趋劲地也成为了旅游圣地 最近我们的记者就和演员范士奇 一起去了苏宅和晋王府游览了一遍 走进象山影视城随处可见《狼牙榜》的海邦 虽然记者前去当天天空下着雨 但这也不能阻挡《狼牙榜》粉丝们追寻偶像的脚步 虽然下雨天但是别有一番风味吧 什么风味 狐牙榜的氛围 看了《狼牙榜》热播以后 大家都希望来看看现场是怎么拍的嘛 象山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因为《狼牙榜》的热播取景地游客的数量 一度追升了20% 其中人气最旺的就要数狐牙的苏宅和王凯的晋王府了 我后面这个非常弃意休息的一个地方 就是狐牙在这喝茶的地方 文人雅式的故具 我都快认不出来 这是当初推荐给你的那个宅子了 想当年梅长苏就时常在这里会客品茶 好不惬意 只可惜如今人去楼空 尽管茶具什么的都跟着去了 但是似乎苏宅依旧萦绕着梅长苏那麒麟才子的气息 啊 清风徐来如诗如画 此时此刻我就想作诗 作诗就算了赶紧去晋王府看看吧 雨中的晋王府除了高大气派 更平添了一丝冷峻 除了取景地成了旅游圣地 这剧中的道具如今也有了新名号 你要说这狼牙榜到底有多火 这橘子挺新鲜的 居然是从岭南运过来的 没错 就是虎哥手中的这橘子 如今都被冠上了狼牙局的称号 向山影视城工作人员透露 狼牙榜续集已经开始筹备 到时候影视城还将为关注我们新预留在线的朋友们送上福利哦 我们会专门的就是邀请大家来做一个探班游 剧中的演员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行李在线向山影视城